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前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检察院对韩国艺人李正载的独职嫌疑做出了无罪认定 这些李正载在2015年应担任股东的建筑公司卷入韩国东洋集团债务危机 而被东洋危机受害者们以独职对象检方举报 被害者们称李正载依靠与东洋集团副会长李慧经的私交 为自己担任股东的建筑公司带来业务和资金援助 还被对方免除了高达100亿韩元的债务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独职 要求检察院追究李正载的法律责任 负责此案的首尔中央地方检察院 昨天对李正载做出了无罪认定 称李正载被举报的事项都是业界惯例 因此并不能视为是独职 北方娱乐整理报道